好多男的關心 泥沙 颱風 來勢洶洶直撲臺灣而來 而山區目前統計下來 有160隻的登山隊伍 有698名登山客 而玉山和學霸國家公園 在昨天是陸續撤離登山客 並且是拉起封鎖線 禁止再有登山客來進出 讓你看一下現場狀況 99山莊下來的最後一組 應該是在催池 今天晚上都在催池 那是預計30號下山 那這隊我們會特別關注 而目前還剩下最後一支四人隊伍 現在有民眾投訴 這一支登山隊 每個人以8000塊的報名費 這個星期三出發 下週三才回城 卻被批評明明颱風來襲 怎麼還上山 而目前預管處也已經聯絡 上這支隊伍 就地找山屋來躲避風雨 而預管處解釋 這一支隊伍星期三入山 當時還沒發布海陸颱風警報 並沒有違反規定 最近消息時間交還棚內